咱们有很多老铁在家煎那个带鱼的时候,不是粘锅,就是一帆细碎,整个呀,心情那是乱着着,今天我来教你正确的煎法,一点都不碎可好了。 清理干净的带鱼,两面给它擀上植枣,这样更旷边它入味,然后再把那个带鱼给它切成小段,加上葱酱和干辣椒,去性的料酒,换上生抽,少许的蚝油,再加盐和胡椒粉,给它抓匀,腌制20分钟,腌制好之后,抓上点干淀粉,这样口感比较酥脆。 它还不容易钻过,每天都分享一道家常菜,给个红薰鼓励一下呗,非常感谢。 先把锅烧热了,然后再加油,有热之后,看见没,把这个锅里钻圈,给它轮一轮,然后把这个油给它倒出去,重新的加入粮油,这个就是热锅粮油,这个方法,不管你煎什么鱼,它都不会粘过,但鱼加过之后,千万不要去冻它,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,要不然这个鱼皮就全粘过上了,没有去。 一面煎至定噶子,然后给它放过去,煎另一面,全程小火慢剪,大约需要五分钟,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,喜欢的赶紧试试吧。